阿羅哈 我是孟華 今天要介紹的是三位達爾文的好朋友 因為他們算是比較早期就開始幫達爾文的人 所以我才會先介紹這三位 其實他的朋友還蠻多的 那這次介紹的三位分別是 查爾斯萊爾 胡克博士和賀敘里 然後萊爾其實蠻有錢的 他們他是那個 在19世紀是很有名的地質學家 然後胡克博士的話他主要是負責皇家植物園的工作 他後來也 他父親是皇家植物園園長 後來也 接任當園長 然後賀敘里的話 他比較知名的 稱號就是 達爾文的鬥牛犬 稍後我會解釋為什麼會這樣 首先 先講 查爾斯萊爾 他是 達爾文的 啟蒙老師之一 但是那個時候他們還沒見過 為什麼達爾文會先認識 他 認識他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在 小列犬號的這一趟旅程 之前 小列犬號的船長送了 萊爾寫的地質學原理給 達爾文 然後 在船上航行的時候呢 達爾文就是 看著這一本加上另外一本紅寶的那個 去南美洲的那種旅行日記 我還沒去查他的那個 正確名字 只是就忘記了 所以呢 達爾文就 在後來的時候有笑說 其實他那個演化 寫那個什麼演化論的內容 就物種起源的內容 有一半的東西是 萊爾的腦跑出來的 那為什麼萊爾 這麼重要呢 因為他的那個 地質學原理 主張 地球 上面的那種 地形啊 還有 地質啊 並不是像 一些創造論啊 或者是 聖經擁護者說的 提出的說法 叫做災變說 地質學原理主張呢 這些 奇觀呢 不是突然像 香菇一樣冒出來 而是緩慢形成的 所以這個觀點就 影響 達爾文很多 接下來我要介紹 第二位 就是 虎克博士 他是目前 公認 最 他是最 靠近 大爾文的男人 就最親近的朋友 所以 他是怎麼證明的呢 就劍橋大學的圖書館 有整理他的 就達爾文和 很多 世界上很多很多 我記得超過兩千多個人 通訊的那種信件 然後 裡面的信件有十分之一是跟 這個 虎克 聯絡的內容 然後 虎克博士其實對 達爾文很好 他 幾乎每個禮拜啊 都會去找他 認識以後 扣掉那個 出外探型 虎克博士他 一開始不太喜歡 達爾文因為 當時他還沒認識達爾文 他不知道他人 怎麼樣 他只憑第一印象就是覺得說 這個死小孩居然 呃就是 比他年紀大幾歲的死小孩 為什麼可以 跑去 國外 呃就是上那個小獵犬號 然後環遊世界還可以收集標本 然後收集的標本呢 因為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很多都是新發現的嘛 所以對那個 當時的科學界來說是 就 就那個時候達爾文 剛回來是一個很 呃 就非常知名的 紅人 然後虎克就 跟 他爸爸抱怨這個 小屁孩 根本就認不出幾個物種 怎麼有辦法跑出去 然後沒想到 達爾文居然找他 找他處理植物標本的事情 因為那個 虎克博士他其實從七歲就 呃 在上他爸爸 的課了 就是 大學裡面 我記得是 格拉斯哥大學 他就跟著 在上課了 真的 呃 以當時來講可能就是 小小的 植物學生童吧 所以呢 看到 他可能也 我也不知道 他的心情怎麼樣 反正那個 達爾文就 纏上他 一直纏著他問那些 植物相關的問題 然後後來 後來那個什麼 虎克 因為他在他爸爸手底下做事 他爸爸又是那個 荒家植物園的園長 所以就有機會跑出去探險 他是 當時 好像是當時最早去南極探險的 探險家之一吧 他後來 在 他 他後來也有接任那個 皇家植物園的園長 所以他就可以 利用他的植物之辨拿去 提供達爾文一些 科學資源 例如 介紹新的 專家給他 或者是 提供他一些 異國植物 因為當時 英國被稱作日捕落帝國 他在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殖民地 然後他們有在那個殖民地放一些 不知道 弄一些 植物園 他就可以那個 到處去 我覺得那算是 傑律的資源吧 反正他們就可以把 外國的那種 資源啊 透過他們那個當地的植物園 送回英國 所以如果 你們有看一些 恩 達爾文的 故事 應該會發現他會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植物 像豬籠草啦 還有 蘭花 毛沾台那一類的 甚至還有 香蕉 香蕉 香蕉我不確定 應該是沒有香蕉 但是 但是那個好像胡克博士也有請 請他吃香蕉吧 就種在那種皇家植物園裡面的 然後請他吃 他的那個故事就可以 又可以再講很多 那那為什麼會提到他就只是因為 如果沒有他 那達爾文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只是他很少被提起 所以我就想說 特別提一下他好了 那 接下來是第3個 第3位是賀許里 他是由 福克博士 介紹給 達爾文的 對就是 達爾文都是 靠朋友去做啦 他除了自己 在家 念書以外就 我 大部分時間就是 跟這些 就是花時間 搞這個圈子 科學的圈子 賀許里他很積極 要 那個 成名 因為他的出身不太好 就是 只有受一些 正規教育 因為 因為這個 緣故啊 他是靠有點像鬥爭的方式起來的 但是也不要批評 我是傾向不要批評他這樣的方式 因為不管是現在還是以前啊 就 比較窮的人 就是比較辛苦 所以他的 這一種 往 算是科學批判 別人的時候呢 他就藉由這種方式在 往上爬 這種思想呢 也會 影響了那個什麼 賀許里的 演化觀點 他的觀點就跟 達爾文有點不一樣 因為他 就覺得說 演化應該是 可以跳躍性的 飛躍性的 變化 就是 上一代和下一代 長相啊 或者是功能 可以差得多 然後 相比的話 如果相比一下 達爾文是比較沒有辦法 接受這種觀點 他是 就是 比較 死守 萊爾的那一種觀點 就是 就萊爾傳給他的觀點 不代表萊爾 真的很相信 演化 物種演化這件事情 然後達爾文他就是 比較 傾向 物種是 緩慢演化的 不是那種 速度非常快 赫許里他其實 有一個 蠻有名的 就是 有 他在那個什麼 達爾文出版 物種起源之後呢 他就是 很大力的在推廣 演化論 在這之前呢 他其實就是一個 科普教育推廣 者 他也有在教工人 他甚至 還幫英國 教育改革 這個 赫許里 其實對 我不知道該講華人 中國人 還是台灣人 反正就是這個族群呢 影響還蠻深的 因為 歷史科本一定會提到他 那為什麼會提到他呢 就是一個叫嚴富的 清末名出的 中國人 他翻譯了 赫許里的著作 然後那個翻譯的名字叫 天眼論 當時就被誤用了 連胡適都被 都誤以為 這個是 我不知道該說誤以為 是物種起源的 原著還是應該說是 演化觀點的 提出的原著 他們好像 誤以為了 我覺得蠻震驚的 因為 嚴富是在英國 留學 啊 你在那邊留學那麼久 為什麼可以 搞錯著作 我知道 赫許里他因為是科學 教育推廣者 所以他 理所當然的 會蠻有名的 但是你沒有聽過 你去英國留學 沒聽過達爾文 這 我不知道該說是 那個 程度 英文程度太差 還是說你完全沒有在關注 科學社群 或者是 社會議題 照理來說 那個 達爾文的名聲 應該是 鄭天祥才對 他應該 要有聽過 才對啊 我覺得太扯了 赫許里他最有名的就是 他有 他有一個超有名的事情 就是跑去 跟那個 牛津楚教 辦那個 什麼 世紀大辯論 然後世紀大辯論啊 達爾文的船長又出現 那個船長叫 菲茲羅伊 他那個有一個很荒謬的情節 就是 就是 那個什麼 主教辯論輸了以後 他衝進去高舉聖經 念了裡面的 講了幾段內容 我還要再去查 就很白癡 後來那個船長還自殺 超 超級 我希望他不是因為 達爾文自殺的 我覺得有點 你不用為了一個 你當年帶上船的 男人 自殺吧 覺得好可怕喔 這個算 我還沒有辦法 介紹得很完整 就是 因為 因為岩父的部分啊 又卡到 他的什麼姓雅達 那個就真的是 翻譯界獨流 因為 到現在很多 翻譯界的人士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 國文老師啊 歷史老師 還有一些 不知情的民眾啊 會以為 岩父的姓雅達是 翻譯的 最高 原則 即使現在 沒有人在用那一套 當信條 這一集裡面呢 在講的就是 赫蓄里他 對 達爾文的貢獻就是 幫他談 幫他 宣傳 但是其實還有另外一個人會出來談 就是 華萊斯 但是因為他 在 這個 物種奇緣剛出來的時期 他還沒有回到英國 所以他 還沒有辦法 出來幫忙談 如果之後我還有更新的話 你們就會發現 這些人真的是 達爾文的那個 狂熱信徒 那當然那個 比他長的那個 萊爾 當然就是 不是啊 不是狂熱信徒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 請 追蹤 訂閱我 或者是把影片分享出去 給 對 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看 那 之後就再說吧 那個 的 , 是 更新的 人 人 人 是 有